老板能烹肉多少钱一公斤 一公斤一本 这都是羊的什么位置的肉 羊里肌肉 都是用的羊里肌 通常为叫羊的肥力 里边上面这个满满的肉 一肌羊肌去的就这么多 两公斤 羊肉都提前撑好 一公斤一份 一公斤一份 这10克超级的多 这个肉要放到葱和盐水里边泡一下 这个要泡多久 两分钟 老板这一天要做多少公斤 三百多公斤 三百多公斤 一公斤一百 一天就三万多 贴上面粉 这样一贴 漂亮 粘面粉贴上 这个是加上面粉 然后贴的就不会掉 是吧 一定要粘上面粉 这个要烤多久 二十分钟 这一个囊坑可以贴多少肉 凶筋 上面都已经烤得出了美辣的反应 肉烤得知心作响 熟了熟了熟了出炉你看 哇 在里面那边好漂亮 一公斤的烤菜大公斤下满满一大盘 老板现在一天得烤多少个包子 一万个 一万个 多少钱一个 一天就是二十五万 这无敌啊 你一个包子得挣多少钱 差不多五六磨 五六磨 五六磨 包子上面抹上这个盐水 都是转着圈这样不停的贴 蒙上 这个要焖多久啊 五分钟 你看烤的这种色泽金黄 漂亮啊 这么可靠包子 好细细 刚烤出来的包子 后面它后面还带着这个盐粒 用的都是牛的上脑肉 非常的讲究 里面就加了盐 调味非常简单 保留食材的原味 包子外边烤的香香的脆脆的 里边肉包的是这种鲜嫩多汁 这个囊坑肉上来了 现在这一盘是一公斤 这个羊肉可以让你吃出一种喜悦感 后面就是贴着这种盐的感觉 前面呢就是烤的这样 焦焦的 就是盐和羊肉的本味 吃的就是羊的品质 新疆的囊坑肉 还有新疆烤包的牙克西